字幕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走云全世界 我是节目主持人Martina 葡萄酒我们听得多 也知道有很多不同种类 我们在不同时刻都会喝不同的葡萄酒 如果找到一些非常適合亦非常配合的葡萄酒 效果真的會有很大的分別 今集我們會請來Rinson來和我們聊聊天 Rinson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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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nson 葡萄酒有多少種呢 其實我們公司主要做的葡萄酒 就會分幾類 第一類我們叫Dating Wine 第二類我們叫Dating Wine 第三類我們去Party喝的我們叫Banket Wine 其實這三個種類就是大種類 然後細分就會有很多不同的酒吧 是自己的選擇 你們會在哪裡入口多呢 其實我們每年平均差不多試過一千款酒 我們也會到處去不同場合試酒 譬如香港比較大型的會展 每年都有幾個紅酒展 我們甚至乎會飛去法國那邊 試當地的紅酒都會有的 這一張相片其實是你們試酒的 這個就是上一次6月的時候 波爾多一個全球比較大型的紅酒展 我們就會去當地試 這個就是他們當地的試酒會 我們也會去酒莊試酒 這裡就是酒莊的葡萄園 都是法國那邊的 這裏就是農地的種植葡萄的情況 嗯 其實你們每一年都會試很多不同的酒 都是的 因為其實我們都是想試多些不同的類型的酒 然後再介紹給其他客人 因為我們就不會局限 只是喝法國酒或西班牙酒 基本上全世界出產紅酒的地方 我們都會盡量去試一下 剛才你說你今年去了法國 就是試酒 是不是每一年你們都會參與很多不同的酒會 當然是 一來是自己的興趣 二來是我們都是剛才說過 想試多些不同類型的酒 再介紹給我們自己的客人 那是每一年都會去到不同的國家去試 還是會看它那一年在哪裏才做 看它那一年在哪裏搞 可能接下來他們的紅酒展就會回來香港這邊搞 因為其實香港現在都開始多人喝紅酒 所以外國很多人都 譬如酒莊都不介意來香港做這個宣傳 就是酒莊那裏都會有的 你們在法國除了試酒之外 你們亦都有去酒莊 是否都可以看看酒莊的照片 也是可以的 譬如這裏就是他們釀酒的情況 這裏就用不繡鋼筒去釀 但剛才看上去它的感覺好像畫廊 對 發現那裏比較浪漫 那裏就是釀酒的 對 那裏大的不繡狂童 就是他們一開始釀酒 亦都有些酒他們會後期放進木桃的地方 像現在看到的照片 剛才你說分了這三大類 就有Daili Rai Daili Rai 和Bankwrit 其實他們當中的分別是在哪裏呢 先說Bankwrit Bankwrit 我今天帶了一瓶紅酒來 就是這兩個套 酒的特點就是比較容易喝 大眾化一點 如果你說Bankwrit 尤其是放中式的宴會 即是吃中菜 結婚 我們不想選酒會太過複雜 盡量令奔客喝得舒服一點 所以選擇這類的紅酒會比較適合 其實是否這類的紅酒 因為我們在食物方面 經常說酒和食物都要互相配搭 因為中菜的食物比較濃味 即是中國人吃東西 所以我們選擇的酒相對性 可能果味要足夠一點 可能也要厚一點 一夾在中菜上 酒顯得會有力一點 如果你選擇一些比較柔和的酒 喝下去可能食物會搶了味道 那就找不到平衡 大家好像有一方面搶了 另一個就很淡 其實這個Bankwrit 你剛才有提及 它都是包括一些Party 它有分多少種類呢 再細分的話 其實都好看自己個人喜好 如果傳統一點的中式婚宴 可能會選擇這些紅酒 如果你吃的東西 可能比較濃味一點 可能會選擇紅酒會適合一點 但有時候Party 有些不是中式的 可能是西式 可能是Pro Faire 或者是Finger Food 你可以選擇一些白酒 葡萄汽酒 也非常適合 說到中式 你就推薦前面這一瓶的紅酒 如果我們有一個 可能是酒店 比較西式的Redding 你有沒有推介 西式可以選擇一些白酒 這瓶是白酒 這瓶是雪凍喝的紅酒 這兩瓶酒都是德國莊主 意大利洋的 名字很特別 叫Fundf 對 因為我看到它的瓶 已經是 這個瓶的表面 已經是很特別 外形是很漂亮的 除此之外我還留意到 它有個五字在這裡 那為什麼要是五呢 有這麼多個數目字 因為它改名字 是有一個特別原因的 因為它叫Fundflat 就是因為德國那邊 那些人五點鐘有下班 其實它的名字是Fund after 5 即是五點鐘開始 我們去喝一些比較放鬆的酒 可以選擇這一類型的酒 這些酒都很適合派對用 還有它的特點是 這兩種酒都要冷凍喝 還有這瓶酒 其實除了自己喝之外 也可以去混合一些雞尾酒 即是這個雪凍的紅酒 就是可以混合一些雞尾酒 所以這些酒可以派對用 會比較適合 好玩一點 就是外形已經覺得好派對 是 保齡求俊 對 還有我想問 其實它們的味道是怎樣的 通常我們不說派對 那味道是否會甜點 或者容易入口一點 會容易入口的 而且它們這瓶酒要冷凍喝 喝下去人會舒服一點 但其實有沒有說 因為我也會聽到 這瓶酒要冷凍的 又或者是這瓶酒 就這樣已經可以了 但雪凍的意思是 其實有沒有說要去到哪一個位置 才真的喝下去的味道 大約2至5度左右 通常白酒或葡萄汽酒 我們都要雪凍喝的 但如果你是大陸的紅酒來講 一般是大乎15至18度室溫喝的 其實它的度數會不會很高呢 都不高的 其實會近過啤酒少許 啤酒大約5度左右 這些是介乎於7度至9度 也不是真的那麼高 所以是給派對用 喝下去會很舒服 不會說酒精味很重 其實大部分給派對的 瓶酒的外型都比較漂亮 不是那麼古板 你擺出來漂亮一點 別人看下去吸引一點 他都會想喝多一點 會專門因為這樣 而花點心思去吸引 也可以 還有我看到有藍色和紅色不同 身體也是特地配合紅酒的紅色 其實在派對的紅酒也挺有特別的 他的名字叫Baby Bad Boy 我剛才你介紹的時候 我看下去以為有個小孩子 因為我看到他穿衣服 但我發現原來又不是小孩子 圖案也簡直是卡通 其實他的名字有沒有意思呢 其實這個酒的莊主就很特別的 Wapa Parker 一個很出名的瓶酒師 他叫這個莊主Bad Boy 為什麼 因為他發覺 通常莊主都會選自己的葡萄 自己果然的葡萄籽去釀酒 這個莊主就喜歡四處 去找不同類型的葡萄籽 回來自己釀酒 即是直接又是自己走魂 走魂去找不同的款式 自己喜歡夾自己的口味釀酒 所以他就養了這個酒 叫Baby Bad Boy 其實Party擺出來是很漂亮的 而且這個酒也是比較容易喝的 其實世界各地有這麼多 不同的葡萄酒 如果以我們香港人的口味來算 其實香港人會大部份 喜歡哪個國家的酒多一點呢 其實香港人喜歡喝法國酒多一點 因為法國比較出名一點 但有時喝酒的人都喜歡試不同類型的酒 比較傳統的 可能是法國、意大利 如果新世界的話 可能去到紐西蘭、澳洲 那些都很受歡迎的 其實香港人真的沒有特別選擇 哪一類型的葡萄酒來喝 還有我經常都會覺得 其實在飲酒這一方面 你會看自己個人的口味 或者自己的感覺 絕對 但當然你如果喜歡喝酒 或者你平時自己都會喝 你會選擇自己喜歡哪一類型 或者試下去就知道自己合適 但萬一真的有些人 可能真的自己沒有喝 但需要像Wedding一樣 他真的需要用到 或者是Party招呼朋友 都需要用到酒 那其實如果你們去介紹給他們的話 他自己都分不清楚 究竟自己是否喜歡 你們會怎樣去介紹給這個客人呢 其實紅酒最重要要自己試過 因為我們有時放大型的展覽 例如我們剛剛放到Wedding Expo 我們開的酒款 其實可以一個展覽開十幾款酒 其實每個人喝酒的口味都很不同 好像吃東西一樣 有些人可能喜歡吃日本 有些人喜歡吃韓國 所以酒一定要自己試過才知道 通常我們每屆一款酒之前 讓客人試過 覺得那種適合自己 其實酒已經很適合自己用 在選酒這一方面 有沒有劃分呢 可能年齡 我們有一些成熟一點 也有些青少年 即是頭差一點 其實口味方面 會不會有些不同呢 可能你長大一點 和小朋友一點 都有一點分別 不過這個問題也很難回答 因為口味大家都很不同 通常喝 可能年紀比較小的 他們喝酒的經驗 可能不是很足夠 可能他們都會用一些 比較大老一點 容易入口的紅酒開始 但如果你有差不多年齡的 喝紅酒的經驗 可能他們選擇的酒會比較特別 一般如果婚禮去用的酒 是會一種就已經足夠 還是其實都會需要不同種類 即很多不同種類的酒 會供給你的賓客去喝呢 其實紅酒一瓶已經很足夠 即一款已經很足夠 因為如果你選擇十幾款都不是問題 不過譬如你講婚禮來講 那天已經有很多工作 你不想再花時間 去解釋給客人 為什麼我要這麼多款酒 通常客人都會問 為什麼哪一瓶好喝一點 你可以節省時間 所以你選一瓶 一瓶其實已經很足夠了 是的 但最重要是你選擇酒是可以捱的 我們的意思就是 譬如你講一些比較中下價錢的酒 他們開了之後 可能兩三個小時 酒已經開始下降了 但我們選擇的酒款 通常時間可以耐久一點 可能四五個小時或以上 這樣會適合一點 我們聽了Winson 和你們初步介紹了這個Brain Creek 他的酒店是有分別細類 以及我們怎樣選擇一種 自己適合喝的葡萄酒 我們一息一陣子回來再談 HELLO 我是DONUT的WINBOW 胡森 大家恭喜發財 新年進步 要像彩虹那麼紅運當頭 全港首創漬湯油水燒龍蝦 特價38元 還有備製五色生蠔和過百款燒烤 入你選擇 想嘗試如何將川式燒烤融入港式風味 那就快點來佐敦的龍蝦燒試一下 訂座電話2780-0088 專售歐美浴室設備 代理國際一級品牌 門市遍全港 提供專業優質服務 富記五金水喉結局有限公司 傷心悲痛 與他最後一刻 清憂寬躺 讓他長半左右 情永在 為你做到最好 傳統觸面 懷舊點心 米芝蓮升級食谷 淨豆粥麵專家 抗粹腦吃甚麼最好 超級營養食品 新大宅有機螺旋組粉 和有21種胺基酸的鮑魚羊 至尊滷水 響如全球 滋味鵝肝 飛升國際 潮式美食 堪清霸 廚房拿手 色香味 潮味居 訂座電話2834-6669 除菌 防媒 闢味 一枝被長炭 淨化家居 無困難 全港唯一被長炭專門店 炭資源 香港人很注重白名 無論修夾 素身 整容 化妝 都很廣告 市面很多護膚 健身 簽體的廣告 人人都去做 那你又知不知怎選 甚麼化妝品最適合你 怎樣簽體才最健康 我們找專家跟你分享美容心得 跟你深入解構 盡在美的方程式 問我喜歡做甚麼 當然是吃東西 我這麼喜歡吃東西 但我一點都不讀吃 這麼多美食 當然要做一推薦給大家 當然還會找成宗名廚 和大家一起DIY 記住黏著我Civian 就每天都吃得開心 HELLO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 酒運全世界 繼續有我Martina 和我們 就是他的嘉賓Rinson Rinson 剛才你已經介紹過 Redding Wine的酒 其實Party Ride 你有甚麼好介紹 Party Wine 我們可以試試前面這兩款 這兩款都來自意大利 Australia的Moscato 這兩枝酒的分別 你會看到金黃色和粉紅色 其實兩枝都是用 Moscato的葡萄籽 白葡萄做Base 但這枝的特別是 加多10%紅色的葡萄籽 所以酒的樣子就會粉紅色 眼色就不同了 瓶也是很漂亮 這枝我們叫做夢幻 這枝叫浪漫 我要拿走 想不想試試這個 好 好 那現在開來試試 你就這樣徒手開就可以了 其實都OK的 因為我們經常都開這些酒 一開始就拎開鐵線 然後就輕輕拎一下 有沒有說要向哪邊方向 其實盡量不要向別人 而且如果你說開到沒有聲音 其實就是一個比較正統的 開香檳的方法 沒有聲音嗎 反正我以為蝦都要 撲一聲都可以 如果你撲一聲出來 氣氛會好一點 有些人甚至喜歡搖完去噴出來 其實就不是那麼好 因為弄到地方很髒 但氣氛就會好一點 這個就是有氣的葡萄茲葡萄酒 可以試一下這個 這個雪凍飲會好喝少許 是 也會知道剛才你所說的 其實雪到它是 大概兩度至五度左右 通常喝之前的一晚 你可以先冷藏 到你開之後 其實最好是用冰鎮住它來喝 因為雪凍去喝 它的果味會比較香 會好喝少許 試一下這個 覺得怎樣 是我的 你留給我了 是不是很容易喝呢 是啊 還有喝不喝得出來是酒 其實喝不出來 因為自己喝下去 平時喝酒的話 你會喝下去會覺得 它不是一般我們可以酒感喝的味道 它會有一些可能苦苦的 或者喝下去 尤其是紅酒 我會喝下去 會覺得喉嚨會輕輕的 但是呢 這個呢 就是可以不停喝 但會不會醉的 這個酒 酒精有7% 它比啤酒更重 但是因為酒釀得好 喝下去的酒精味一點都不重 這些是for party 就算你不是喝紅酒的人 甚至不喝酒的人 都可以接受到這一類型的酒 對 因為它是比 應該說平時我們喝一些果汁 或汽水 但是它沒有果汁汽水那麼甜 然後又不會像平時的紅酒 白酒的味道那麼酒味 很近 很苦地 這個酒我們都很受歡迎 是的 我要完全地 所以我們叫它做浪漫 這瓶酒真的越喝越浪漫 那如果夢幻呢 夢幻它的味道又是怎樣呢 夢幻就會比較清新一點 而且會相對甜一點 反而夢幻更甜一點 因為我經常看上去的感覺 因為它有些粉紅色 我們現在試這瓶 我經常覺得粉紅色就是士多啤梨味 然後士多啤梨味就是比較甜的 所以原來夢幻這瓶還會是… 其實兩者分別不是真的太大 如果你說這樣比較就會分得出 但如果你說個別獨立去喝一瓶 其實你就真的分不出它有甚麼分別 如果是派對 其實去選的時候 又應該怎樣去分 我要選這個浪漫還是夢幻呢 其實看喜好 如果你有機會最好就試金色那瓶 就看你喜歡哪一瓶 一會兒就可以試試了 說完這個派對 其實這個日常的派對 其實又有分些甚麼呢 我們應該是甚麼時候去喝才會… 日常的派對是每天你會喝的紅酒 相對起比較… 例如剛才說的 Reading或Bankery用的酒 他們的層次會比較複雜一點 是 因為我們Reading都會簡單為主 也都價錢可能相對性會低一點 如果你說日常對自己好一點的話 你可以選一些比較質素高一點的紅酒 適合自己喝 因為正如它的名字說 你好像每天都喝的 如果你選得不好的話 其實你自己每天都喝一些不好的酒 是的 但香港人其實真的會說 是否經常會喝 因為我們比較起 我覺得外國人的話 可能就經常會 可能一起床或者說幾句話 就可能喝一口酒 吃飯的時候就有 但其實香港人會不會比較少 真的會這樣去喝 其實香港紅酒來說是一個起步的階段 我們見到 因為我們做了幾年 看到市場 即是市民都開始接受到紅酒了 有些甚至乎已經開始不喝啤酒 轉喝紅酒 是的 即是已經慢慢步入 其實已經是大家已經在眾所 開始接受了 可能每天真的會喝到 但似乎是那個量 當然沒有外國人量那麼厲害 因為他們可能 即是平時已經很平常了 從小時候開始 喝得到的時候 已經是每一天都有 喝酒其實是一種文化 文化都是自己的國家去建立的 是的 如果這個是日常 那其實你有甚麼好介紹呢 日常我們可以看一看 例如這一款 法國的波爾多紅酒 有沒有說一定是哪一種的葡萄 才會比較好 其實都是說口味 如果你說比較大陸一點 可能我們可以試 卡比尼蘇比蘭 那支是我們叫Capsule 是一些比較多人喜歡喝的葡萄 那種葡萄的特點 就是它的果味很夠 所以比較容易喝 其實是否用果味夠的 即是用果味夠的葡萄 去養製的酒 通常都是味道比較易入口 是不會這樣 而且會香濕一點 所以大部份的人 都會選擇這一類型的酒去喝 是的 但如果你說日常 例如這一款酒 它混合了幾種葡萄 這個酒喝下去 單寧會比較低一點 而且喝下去的酒會舒服一點 柔和一點 亦都它的變化會比較大一點 是的 因為譬如你說簡單一點 可能剛才說的 結婚那些 我們開啟之後 這酒可能兩三個小時喝 都是那個味道 但如果你說喝有層次的酒 好像譬如這一款 你可能隔兩個小時喝 酒的味道會變化了一點點 是的 即是一路一路不同下去 因為你一打開啟的時候 其實平時可能是呼吸 然後到某一個位置又不同 但其實如果是的話 其實一般是一開始 我們到頭休息 第一次喝的時候 是味道是最好的 還是喝完之後 然後再聊聊天 之後再再喝多一次 雖然是有分別 但如果比較起來 其實哪一種會是 最原汁、原味、最棒的那種味道呢 其實譬如這瓶酒這樣說 你一開始喝酒會比較固 那單瓶也比較高 這瓶酒是要休息的 要休息半個小時 其實這瓶酒就會很適合喝 當然你喝兩小時後再喝這瓶酒 其實它的變化會出現了 但你說哪個時間去喝 其實就沒有特定哪個時間去喝的 那有沒有說趁什麼食物 其實是會好吃一點的 以單一瓶來算的話 普通的日常的 我們那些叫什麼 住家菜 什麼叫自家菜 家常小菜 家常小菜都OK的 那其實旁邊這瓶是 是一個日常的酒 還是說是另外一種 這一瓶其實我們會用 通常是Dating會用的 Dating Dating 其實 譬如你約女生去吃飯 我們都會選擇這個 質素會再高一點的紅酒 這瓶你見到的年份比較特別 2001年 相對比這瓶的級數會再高一點 它屬於法國的一個六級的裂酒莊 是的 那它的度數 不是 其實裂酒莊就是一些比較漂亮 就是出名一點的酒莊 或者它做的酒的質素會高一點 但是一般其實 如果分這個 即是Dating Dating 以及這個 可能我們剛才說到 Redding Party 即Brandquid的話 它是會不會 其實它們在每一個種類裡面 都會有不同的度數 不同的味道的酒 還是會分 反而就是Party的度數會高一點 這樣去分的 如果你說度數來說 Party 就通常 剛才我們喝這些 譬如普通氣酒 或者白酒 它們的度數大幅 5至10度 如果你說紅酒 通常一般都是13 15 這樣度數 度數就大家都差不多了 但可能價錢上有分別 是的 Bandquid 那些可能價錢會比較便宜一點 如果日常喝的 對自己好一點 可能選一些漂亮一點 不會有日子 要你說dating 甚至乎你去 可能會認識女生 或者你想跟朋友喝點 再漂亮的紅酒 當然價錢也會再高一點 其實我們在名字 已經是會 看得出它很多東西 一聽名字就知道 可能無論外形 包裝 又或者是價錢 各樣東西都可以聽名字 可能dating daily 就已經可以知道 我們是用什麼的葡萄酒 去招呼人客 又或者是約女朋友 約女仔 但如果開了的話 其實它會隨著時間 去變化的味道 在這個我們剛才試的 因為它的味道已經是 即本身已經是 不會變得太厲害 除了我們要去冷藏 一般開了的話 是否當晚就應該要喝光 隔了第二天的話 其實它的味道會不會離開 還有呢 其實這瓶剛才你喝過 你看它裡面有少許泡 其實好像汽水的道理一樣 它的泡都沒有了 其實這瓶酒其實真的差一點 所以趁它有泡的時候 喝會比較紅 但我們這瓶酒試過 一般四五個小時都沒有問題 所以簡單擺放派對或結婚 其實時間上已經很足夠了 另外的紅酒或白酒 又是否一樣道理 其實我們開了之後 因為開了喝不完 真的買一喝不完 其實我們是不是都不可以留 可能我明天一刻 其實看紅酒的質素 有些可能價錢比較好 即是貴一點的紅酒 他們放一天都沒有問題 反而有些的變化會更加明顯 這瓶酒可能會再好喝一點 但其實一般的紅酒 最好就是即日喝光 就不要說真的隔太久了 看你對紅酒的要求有多高 即是試到自己開始發現 原來喝下去已經是 真是一般的 可能開始很酸、很稠 其實酒可能不差一點 但也都可以 譬如有些人會拿去煮菜 是嗎 拿去燜一下牛腩 其實我們可以 不用浪費了這瓶酒 很安靜的 即未必真的要去喝 可能將它拿去做其他 對 用去浸洋蔥 即是做煮菜 調味 調味的都可以 還有我也聽過 我聽過用這個紅酒做面膜 之後喝酒的話 這個我沒試過 我的化妝師經常通過 他不搞笑 我們聽了Vincent 和我們介紹了 這麼多不同的葡萄酒 首先很感謝Vincent 多謝你 如果觀眾想看我們的節目 重溫就可以瀏覽 www.apris510.com.hk 又或者大家有智能手機的話 就可以上這個App Store 下載Apris 就可以隨時隨地看回我們的節目 今集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跟觀眾說聲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